2012的版本跟那个旧版还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他下面这个工具列 旧的版本是上面会有字 可是新的版本只有图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下面的这些 也把它变成像有字出来的话 可以相容于2008以前的版本的话 请你在这上面按右键 右键之后的话会有个什么呢 他预设那个使用图示 是有什么样的 有打勾 请你把这个使用图示 有打勾地方 请你把它取消掉 把它点掉 点掉之后的话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的部分本来就是 本来是图的 就会变成什么 就会变成字 那字会比较清楚 因为旧版都是字 比如说里面的话有所谓的 什么呢 有按下去的包含什么 隔线 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希望有隔线的话 你就把隔线点掉 本来有隔线对不对 隔线就不见了 OK 那另外现在呢 有按下去像极坐标 极坐标是有按下去的 就会有极坐标 如果你今天切换到正交 你会发现了 极坐标跟正交呢 是只有二选一 那所谓的正交跟极坐标有什么差别 其实正交呢 主要就是只能够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 所以如果说你点了正交之后 它就只能有正方向 零度嘛 九十度嘛 一百八 两百七 就是只有四个方向 上下左右 那如果极坐标的话 就可以很多个角度了 OK 所以基本上 我的习惯会用那个极坐标 那你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切换到正交 那这个部分等一下会再做说明 另外呢 锁点的部分 物件锁点 那什么叫物件锁点呢 这个就是啊 如果你今天要画图 如果你不知道要锁哪一点的话 你会很容易会画错图 所以各位可以在物件锁点上方按右键之后 按右键 特别说 这边按右键之后 它会出现什么呢 这个你要锁定哪一些点 那所谓锁定哪一些点 目前有按下去像什么 端点 端点的部分呢 是有被怎么样的 被按下去的 但是